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公园装置艺术是由何文斌老师来设计 何老师说创作时联想到护城河以及旧城四个城门 因此用当代艺术的观点来诠释古城门 搭配喜怒哀乐四座木椅 让装置艺术成为动态的社交场所 一变我们顺序的名字 我们用当代艺术的观点 我们用这个来诠释古城门的意涵 这边来打造专属宇兰式的装置艺术 所以说我们就是古城门 它的功能就是保卫生命安全 我们这个成本的设计 打破传统思维框框架构 我们把四五个成本结合在一起 市长江中渊表示 这一座装置艺术是以平安顺心为发想 有新奇也有怀旧还能展现传统工艺 希望能借此推广旧城的文化元素 在一个装置艺术的领域里面 我们也希望多加很多的色彩元素 所以这个何老师的喜怒哀乐 平安顺心们 在新富城河这边跟大家来见面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 我们所推出的这种装置艺术的一个文化气息 依然是一个旧城 所以在旧城的文化元素领域里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多的推广 属于跟我们结合相关的一个文化艺术 相信这些文化艺术 也都是我们旧城的一个特色 欢迎大家多多来捧场 多多来塔卡拍照 宜蘭市公所将冲淹市长 来结合新城市旧城市 所以说在宜蘭市的重要景点 处处是惊喜 结合艺术家的装著艺术 让旧城能够美烦的呈现出来 让大家能够缅怀过去旧生活的优雅之外 更能够展现出新城市的一个进步 透过这样的在地艺术的结合 让我们知道说 一旦旧城从以前的历史来源之外 在透过这边的装置艺术之后 让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能够了解整个历史文化的渊源 那也透过今天的这个在地艺术之后呢 结合也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能够到我们的中山公园来打卡 平安顺心 喜怒哀乐 由旧城来打卡 赞 宜蘭新闻记者 Live复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